好,我們這次實驗呢 我們總共用了兩隻進去滅菌 所以看到它後面的滅菌 指示膠帶是呈現黑色的 這個是positive control 我們要同時壓迫 因為如果說它生長了 培養機會變黃 代表說我們的試劑有效 這個東西它滅完菌以後應該是無效的 為什麼做positive control 萬一你的是過期的 你趁這個機會 你才會知道說有這樣的情況 好,那現在壓迫其實它設計上 不會傷到你的手 但是我有點心理恐懼 所以我會藉由這個剪刀 注意看喔 好,這樣子就好了 接下來一樣把琴彈壓迫以後 放到55度C、60度C之間 這是按照使用手冊的說明 進行培養